那今天呢 下午是首度来提讯应小威 这也是应小威在被收押之后 第一次在镜头前曝光的模样 可以看到她是穿着台北女子看守所的外套 衣服长裤 素颜扎着马尾 被上套的双手刻意用文件遮盖 面容憔悴 走下球车被带往了北检出庭 那外传应小威收受审庆金4500万的汇款 这笔钱也汇进了应小威的 中华华夏希望关怀协会银行账户 在由助理吴顺明领出 曾经应小威男友王尊坎提供的账户里 北检今天将要继续来追查收费的金流 好 现在北检很努力哦 赶快追追追 不只要追金流 而柯文哲的妻子陈佩琪她又被爆出 在京华城便当会 以及柯文哲审庆金的见面 两个关键时间点的附近 一共是使用了ATM汇款 汇了近619万多元的现钞 到了三名子女的户头里 那台北市议员林延凤就认为 这不符合常态恐怕有涉嫌犯罪 检方紧追行贿金流去向 柯文哲妻子陈佩琪10号一度传出被简联约谈 陈佩琪澄清是假消息 但近周刊再报 陈佩琪集中在京华城便当会 以及柯文哲审庆金见面后两个关键时间点 总共把619万元现钞 分了60多次每次10万元不等 以ATM汇入三名子女账户 但陈佩琪应讯时四次翻供 强调用ATM存款是理财习惯 没有任何财产来源不明的金流 那显示他们这样子做 就是有目的性在规避金管会 包含银行的监督 不只是陈佩琪存大把现钞 起人一斗 从审刑金被爆出在2022年10月 有论功行赏的名册后 同月14号木可公司成立 18号金华城取得建造 隔一天马上举办动土典礼 而柯文哲USB内记录着 2022年11月1号1500 隔天众望基金会就设立 时间点真的太巧 靠赏名单之后 居然他的秘密账户里面 也收到了审刑金的1500 到底是不是有相关对价的关系 有待检调调查 但他如果没有对价关系 这样子的时间点也都太巧合了吧 根据众望基金会官网资讯 112年捐款收入1905万元 113年807万元 合计2713万 却支出了2677万余元 但官网上只有四场公开活动 以及一张十万元的支出发票 查阅经费预算表 也只有看到113年的编列说明 112年业务支出就花了1400万元 也遭值一钱花去哪 只有办过四场活动跟一笔十万块的捐款 可是这两年他们却花了 收了2700万的捐款 花了2600万 到底是有实质支出 还是他又流向了木科 众望基金会它是一个基金会 它跟民众党组织没有相关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回应 民众党虽然炮轰检方配合特定媒体罗资罪名 但面对排山倒海的质疑 可不是一句巧合或不知道 就能轻松带过 记者林区芳 蔡平昌台北长报道 好 那继续来关注这个政坛焦点 柯文哲 大家记得吗 柯文哲过去担任台北市长任内 他曾经讲过以下这段话 他说所谓的基金会 都是用来给政治人物 还有大老板们洗钱的工具 好 没有想到现在尴尬的是 柯文哲也被爆出 他也拥有自己的小金库呢 因为现在问题似乎又出现了个破口 叫做众望基金会 好 众望基金会 首先它有一个很可疑的点 那就是记得吗 2022 11月1号 小省1500省庆金 代表着什么意思 到现在这个谜团还没有解开 但是巧合的是呢 就在隔一天 111年的11月2号 当天就成立了这个众望基金会 而且董事长又是谁 李文宗 这个名字又出现了 好 时事评论员姚慧珍就表示呢 众望基金会在2023年的捐款收入 是有1900万元 到2024年的收入也有800万元 两年的合计 收售的捐款金额是2700万元 但是呢 他们申报支出 也多达了2600多万元 好 你收了很多 那你花出去也很多 几乎快要花光了 但是呢 官网上面登载的 这两年之间的活动记录 只有四场活动 包含了一张10万元的发票 所以呢 钱花到哪里去了 姚慧珍他个人怀疑 这可能也是柯文哲用来操作金钱的小金库 怀疑啊 两年之内就洗了将近2700万元 洗到哪去呢 当然他怀疑又是洗到木可 等于木可 现在的金流更复杂 其中一个支线又升向了众望基金会 不过我们接下来看到众望基金会 针对了这个姚慧珍的质疑 也立刻发出了声明反击 好 我们来为大家念出当中的内容 因为字有点小 好 洗头写到 针对媒体关心众望基金会 款项相关的问题 为了避免错误资讯 导致大众误解 已而传额 特发此声明以正视听 好 众望的解释是 名嘴所出示的报表 是公告于网站上头的财务预算表 并非是最终的实际收支 盼望媒体名嘴误错误解读 来借此大作文章 本会的收入还有支出 接受主管机关及相关法规的监督 每一笔金额皆有凭据 那也说本会近期会召开董事会 经过董事会通过之后 会议规定来成交 112年度的财务报表 与主管机关 以招社会公信 好 所以总而来说 这个基金会的解释是 被披露的这个是预算 并不代表他们最后实际的支出内容 支出的内容他们预计之后 也会再来进行公布正确的数字 所以民众党发言人 感觉民众党现在好像 也打算有一点切割的动作 因为吴一轩说 关于众望基金会的运作 应该交由众望基金会 自己来对外说明 但这就奇怪了 因为众望基金会里头的董事 其实很多就是来自民众党的党员了 所以想要切割恐怕也没有办法 切割得这么干净 那台北市议员简书培就说了 柯文哲现在有三大魔界 哪三大 第一个众望基金会 再来木可公司 还有一个叫做新雇相智库 三个魔界的金流是如何流动的呢 柯文哲 陈佩奇 还有民众党都没有出来 讲清楚说明白 那现在也闹得沸沸扬扬的 就是关于金华城案传出 被爆出柯文哲 亲自下了便条指示 怎么样办都好 总之快点办下来 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啊 毕竟又是来自周刊的爆料 而台北市议员林延峰 倒是证实 确实有这张便条 那他的证实来源是来自当时 产发局同仁 他们的LINE对话记录 他说呢 当中就显示了 这个便条就是由柯文哲 交给时任 产发局长林从杰 要求他们接收 800平方公尺的回馈 还强调这件事情 越快越好 台北市议员尤淑惠也说了 金华城自创融奖 然后呢 柯市长又强压各局处去买单 配合演一出戏 也就是说金华城 他当时是自创了一套 这个容积奖励办法 一个奖励的办法说 我现在回馈台北市 你这块地 然后呢 你台北市要换多少的 容积奖励给我 这一切对价关系 就是由金华城 自己创造出来的 然后柯文哲接了 并且呢 去强压各局处买单 配合演一出戏 让金华城容积奖励案 看起来像是有公益 但是从头到尾 都是柯文哲亲自下指导旗的 一条龙服务了 另外柯文哲现在也爆出 到底跟这个沈庆金 私交有多好 桃珠影员 到底两个人在里头 唱了多少次歌 在里头又谈了些什么呢 好 台北市员中小平就说 据他了解 柯文哲至少就去过了三次 而且两次是在总统大选期间 一次是在市长任内 现在传出沈庆金该怎么办呢 简调已经对他是二度提讯了 那现在一直有个风声 可能会将他直接转为污点证人 希望由他口中讲出 可不可以有更多 能够让柯文哲 直接致命的一些关键的证据呢 好期盼 可能透过这个污点证人的方式 逼得沈庆金愿意讲出更多的实话 不过现在都还是传闻的这个阶段 好另外关于这个周刊T报 陈佩琪是很会用ATM来进行小额理财 存款了60多次 分别把现金存入三名子女的户头里 不过陈志涵是再次辟谣 说陈佩琪相关的证据都已经提供北检了 为何北检就是不采信 如果检调只能跟民主一样乱放消息 就是破坏司法公正性 好的确也是啦 依照周刊爆料成这样的程度 陈佩琪感觉很可疑 但问题是 现在似乎检调也没有再去对他进行二度的约谈等等的 目前就还是停在证人的阶段 所以跟媒体披露的那些事情 似乎好像又有点违和的感觉 那另外呢民众党立委吴宗宪就说 曾经先后 国民党立委吴宗宪就说 曾经先后办过了蓝绿政治人物 但是呢过去他也是检察官出身了嘛 说每次办到绿营相关的案件 上头的压力就会下来 面临排山倒海的压力 自曝曾经被要求把这个扣案的证物要还回去 好这是来自吴宗宪一个最新的爆料 而立委吴思尧当然赶紧出来讲话 说现在蓝白他们的策略是什么呢 就是操作一波司法不信任 而且还分析出来有三大手法 首先会揭发个别检视检调人员的不当行为 可能看你现在法官是谁 就抓着那个法官过去 由哪一些言行抓出来打 刻意放大要摧毁司法人员办案的公信力 而立委张旗凯则是说 对于司法公正性 北检应该要自清 做到周储除三害 毕竟有这个 绿媒有台记者号称检调县 养了七年养出了大独家 就是违反了这个司法不公开 检调不公开的原则嘛 好时事评论员黄光晴就讲到这件事啊 他说这位绿媒记者自以为权威 说有人给了他大独家 还说有百分之两百的信任度 最大的破绽是 听了对方说了什么之后 居然还可以向不同的人 来进行反复的查核 好你既然是从一个特定的这个来源 找到了这个大独家 对方只把这个独家放给你 代表是把这个秘密告诉你 结果你居然还可以拿着 对方给的这个秘密 去反复的向不同人来进行查核吗 黄光晴就觉得 这好像蛮矛盾的对吧 所以呢关于这个柯文哲的案件 今天都有了一些最新的进展 我们也帮大家来整理出来了 好那另外关于这个柯文哲 目前还是鸡压境界的状态 而民众党今天是召开了中央委员会 他们的主张就是质疑 检方违反了侦查不公开的原则 还频频的放话给特定媒体 误导社会大众影响舆论 透过舆论来定案杀人 那么今天周刊又揭露说 陈佩琪不是刚才说吗 密集拿着线钞用ATM 存进自己还有三名子女的账户 多达60次 这件事到底真的假的 对此民众党发言人吴宇轩强调 相关的金流都已经和检方 交代的清清楚楚了 冲批如同写小说的报道套路 究竟要玩多久 现在的司法在侦办 守法粗糙 而且压人取共 目前为止 我们并没有看到有任何的市政 足以证明有金流的来源 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众多的这种报道 特定媒体配合 检方所泄露出来的这种 编造故事的报道 已经企图在影响 我们社会大众 对于这个整起事件的观感 他已经在进行 对柯主席的人格抹杀 已经在进行 对当事人的这种未审先判 所以这样的司法 到底公正吗 钟小平议员指出说 这个柯文哲主席 其实不只去过一次桃株影员 另外想请教 就是关于陈培琪夫人 今天早上被指出说 透过这个ATM进行 存款超过60多次 钟小平议员的爆料 应该由钟小平议员 来提出证据 所以也请媒体朋友们 帮我们去询问钟小平议员 他说三次他的证据在哪里 那第二个呢 有关于陈佩琪医师 在今天早上我们看到部分这个周刊 某周刊的报道 又如同写小说式的方式呢 在进行报道 可是你可以看到通篇 完全都是过去我们已经 澄清再澄清的讯息 被拿出来冷饭热炒 然后陈医师也不断地在各种场合 已经说明过他跟检方清楚地交代金流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北检仍然以不语证实的方式来回应这篇报道 所以这样子的套路到底要玩多久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